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唐鳳正偉這邊的辦公室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請教一下唐鳳各式各樣的問題 那首先我其實很好奇的事情是 唐鳳你是怎麼知道歡樂無法當的 其實你們宣布昨天的消息一出來 我的臉書馬上就被洗版 所以已經忘記具體第一則到底是什麼 但是就所有人都在那邊講 然後呢 我去這個行政院福利社買東西的時候 我就聽到我們年輕的同事在旁邊說 這個沒有報到黨員成立大會 喔 進來 對 之類之類 所以這個確實是非常popular 了解 那時候你對我們的第一印象 或是你身邊接收到的這些消息的第一印象大概是長怎麼樣 其實因為我們跟那個就是國際海島黨的組織 有非常多學習的部分 好比像說我們的Join平台裡面連署的那個功能 就是從Better Reykjavik 從冰島的那個冰島最放達的主張而來 那它所設計出來這個公民參與的這個方法 其實我們用到很多 所以不管是最棒黨或者五星運動或者是海盜黨等等 就是你之前有提到過的那些很歡樂的那些黨 其實一直都是我們合作可以說是盟友吧 那所以我一聽到歡樂無法黨 大概就覺得說是不是要做一個類似的事情 了解了解 那從宣布到現在其實也過大概一週多 目前還符合你對我們的想像嗎 確實是因為這種大型的公民教育讓大家知道說政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甚至是透過歡樂的方式讓本來對政治本來覺得很無所謂 或者離我距離很遠的這些朋友們可以去認識說 原來選制是這樣子原來友方線上的柔性政黨 原來我們的柔性政黨 不是人家的柔性政黨等等的這些教育的作用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像你在就是啤酒檔啊等等的那一支介紹影片裡面講的 總是你要先感興趣才會願意去認識政治 OK 那其實這也是我覺得最讓我感到意外的事情 就是你還算蠻支持我們的 而且當時其實是你主動聯繫我們 對 因為你知道就是我們在出來的那幾天 其實我們被罵得非常非常的慘 有網路上一大堆的人就是在狂罵我們 那也有人會講說可能譬如說政治是很嚴肅的事情啊 不能搞笑啊 甚至是我們會看到有些陰謀論 那其實是哪些原因會讓您就是願意來支持我們 或者是關心我們做這件事情 對 其實就像我送的那個花籃嘛 那我如果真的是送上菜的話 那大概就會造成這個比較 分裂吧 對對對 比較沒有那麼歡樂的一個結果啊 那但是因為送的是貓薄荷嘛 誰會反對貓薄荷呢 貓也不會反對貓薄荷 OK 你們的榮譽黨主席也不會反對貓薄荷的 雖然可能沒有那麼大的興趣啊 那我的Point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是說我們要促進大家彼此聆聽 或者彼此對話的話 那對於這樣子點點滴滴的各種各樣的嘗試 包含我們在可能2015年左右 一起弄一個叫正問的這樣子一個節目 其實當初的目的也是說透過設計 包含視覺的 包含音樂的長片的對話空間的設計 去讓大家能夠進入一個 好那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我至少願意聽聽看你講什麼的這樣子一個做法 那當然現在有非常多的朋友們在做類似的事情 我們有多粉對談 我們有這個總統競選過程中的協作師 事實查核等等 那每一個其實包含像Pshop實驗室 當時他們一開始要launch的時候 也是隨機像你現在這樣衝過來採訪我 那我也是錄了一段給他們 我對所有這樣子試著促進對話 試著鄰居公司的方式其實都很有興趣 然後覺得應該要多鼓勵 了解 那這邊我覺得就講到一個比較 算是一般大眾會比較質疑的一個點 就是說在整體來說現在是一個比較難過的狀態 不管是像香港的狀態還是台灣現在很多的 所謂的王國感的那種這樣子 那在這種比較難過比較嚴肅的狀態下面 政治還能跟歡樂結合在一起嗎 你怎麼看 其實我是覺得我們保持這個勇敢自信的 這個共同體的感覺是最重要的 因為其實絕大部分的 不管是假訊息的危害等等 它最終的目的並不是要讓誰當選紅塵落選 而是說它要破壞大家對於民主制度的想像 大家會開始覺得說民主是一件很亂的事情 它不可能達到共識不可能達到彼此傾聽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我們反而是要說 那如果像這樣子一種比較歡樂的東西 它可以讓本來覺得政治就是很討厭的朋友們 可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雖然可能還是很討厭 但是願意多了解一點 在了解過程之中發現說它可以不需要是這樣 它在國外別的時候 它有一些別的發明別的機制 它可以讓這件事情變得比較容易讓人願意積極去投入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它本身就是很有啟發的價值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當然大家覺得說我們面對各種堅決挑戰 必須要嚴肅以對 這樣子想一點都沒有錯 可是嚴肅以對的時候我們如果不被分化的話 那我們必須要有一些別的情緒 來讓大家覺得說那我們沒有被分化 我們中間其實是一個大家可以還是過著還不錯的日子 之後過不錯的日子的時候大家一起才能夠集思廣益 在心裡放一個餘裕的空間 就好像說如果你碰到一個人他碰到一件很悲慘的事情 你如果跟著他一起哭的話 其實你也沒有解決他的問題 那就只是sympathy 只是同情而已 那你如果要empathy 要同理的話 那你自己心裡面要有一塊空間 去想到自己心情比較好的那個時候 但是你一面要聽他的實際狀況 這個時候你才能被傾斜傾聽的時候 慢慢回到自己一個比較正常的狀況 並且這個過程裡面真的想出一下 那狀況比較好 解決方法出來 了解 這個也讓我想到 你那時候在電話裡面跟我講到的事情 你說一句話就是說 那你覺得歡樂是現在我們被資訊戰 或者是這種仇恨動員的狀態下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解放 你可以跟我們的觀眾 就是詳細的解說一下這部分的事情嗎 可以啊 其實有一個哲學家叫做Nuthenbaum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憤怒與寬恕》 那他基本的一個論點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有看過腦筋幾轉彎的話 可能知道說腦裡有一個控制台 那控制台一次有不同的情緒可以去佔領 那在一個人還是小孩子的時候 他很容易就是碰到一件事情 他就是一個情緒去佔領 那隨著我們這個年紀變大了 那他就會開始混合在一起 就是每件事情 你可以用不同的情緒去看他 但是呢在這裡面 唯有就是憤怒這樣子一個情緒 它是一個負相的情緒 就是你覺得有一件事情不公義了 有一個人受到不應該做的對待了等等 會感到憤怒 那憤怒如果你沒有辦法做任何事的話 那他其實是非常具有破壞的一個情緒 那特別是在社交媒體上面 當你收到這樣子一個讓你憤怒的訊息 不管它是真的是假的 這個負面的情緒加上這種無理感 其實是會讓人動彈不得的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大部分的人的能動型是怎麼樣去展示呢 就是去按分享 按分享的話就可以把這個憤怒 變成一個正向的叫做同仇離開 Outrage這樣子的一個情緒 這就是正向嘛 因為很多人一起憤怒嘛 那我們就一起來懲罰這個壞人等等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變成一種好像 復仇的這樣子一種感受 那這種感受其實是很正向的 那但是這樣子的問題就是說 欸就是貴黨的黨綱裡面的出征啦 出征大概都是被這樣子的情緒所攫取嘛 那大家去試著復仇 那可能你破到一半 然後發現說 欸本來這個資訊好像不是這樣 我搞錯了 可是因為你已經按了很多次分享 所以這個分開已經傳染出去了 那就不是任何一個人可以叫停的 就算一開始那個人出來說我搞錯了 也沒有用 那所以在社交網路上面 我們會發現說 最容易傳染的情緒 就是這種從憤怒無力感 到憤慨有力感的這樣子一種情緒 那這種情況下 其實我們很難好好的來看說 這件事情要怎麼解決 那所以Nothin Pong就是說 那你要怎麼樣克服這種感受 你就要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說 怎麼樣可以讓這種不公義的事情 未來不要再發生 嗯 那如果你能夠問得出這樣子的問題的話 欸這就變成一種真正的正義感 了解 對 而不需要去淪為說 欸我一定要去傷害那個做錯事情的人 那是復仇式的正義感 或者是說我一定要貶低他 貶低他在台灣最常見的就是希望對方道歉 那如果希望對方道歉我才給出寬恕 那這樣子的話是一種好像是對價關係嘛 那他一道歉之後 感覺上他的社會地位就比我低了 這個時候我就好像相對得到了這個正面的感受 因為社會地位提高了 可是因為這是相對的社會地位 所以其實人家不管道歉多少次 你的狀況也沒有變好 所以就是 就是 可能旁邊一些政權這個很希望別人道歉啊 其實並沒有真的就是增加這個政權 在世界上面的榮耀的感覺嘛 事實上是這樣 那所以不管是去攻擊別人還是要別人家道歉 實際上對狀況都沒有好處 那怎麼樣子去轉換這樣分開的情緒呢 歧視歡樂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我們如果一下子就是大家發現說 這件事情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好比像說亡國感 他其實是讓人沒有感覺的事情 就是我第一次聽可能覺得很憤怒 第二次聽只會有無力感 第三次聽無力感就更重 那這樣子對民主一點好處都沒有 但是呢 你剛剛不小心他講成蒙果乾啊 這個就其實有點好笑 因為他是 每次像我坐高鐵的時候 服務員就抵一包 芒果乾醒來 我就笑一下 那笑一下並不是說 否認說 有芒果乾這件事情 而是說 他就好像他是他 然後我是我 我跟他開始有一段距離 那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開始去想說 欸是什麼造成亡國感 怎麼樣可以讓造成文館這種不公義的事情 不要再發生 欸就有一段距離了 這個時候大家就可以進入一個有效討論 所以其實歡樂在這裡面的當然 某種程度可以說它是一個 讓我們更有效感應該怎麼樣 所以歡樂在這邊某種程度來講 它是有點像是一個煞車的作用 它可以讓我們暫時停下來想一下 剛剛那個問題是怎麼讓我們這些事情不要再發生 又或者是其實歡樂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更讓我們跟一些分開的情緒 保持一個距離 所以我們就更能在那個當下的時候 去思考之後的一些行動 對你就是想像說樂樂 因為他事實上是最主要的一個情緒 那副手好像是悠悠 這兩個其實是最主要的 那所以當一個比較主要的情緒 他掌握了這個控制台的時候 那憤怒他就會往righteousness 往正義的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是說怎麼樣才不會再發生這樣一件事情 並不是說這個憤怒就消滅了 而是說它變成一種你可以正向的去做事情的 這樣子一種力量 但是呢確實就是我如果沒有這樣幽默的能力的話 其實你就是腦裡完全都是說 要復仇或是要貶低別人的時候 事實上就沒有可能自己完全靠自己自發的力量 變成快樂嘛 那所以我自己通常的方法就是說 那我就離開英文 那我就去泡杯茶去聽個音樂去怎麼樣 然後呢透過這些非語言信息把它轉過來 但是呢幽默可以說是一個快速的方法 就是當我一看到這個 我就聯想到芒果乾 忽然之間 我不需要花一分鐘五分鐘的時間 我一秒鐘的時間 就可以進入這個熱熱的情緒裡面 然後我又回到一個比較平心靜氣的狀況 去處理這件事情 了解了解 那接下來我覺得 有一個 那接下來我覺得 就是 對不起 好 那對於 像 思考一下我應該怎麼接比較好 好 嗯 為什麼 好 那接下來其實我們這個黨已經走了 大概一個多禮拜 那接下來對於我們換樂無法黨的期待 有什麼期許嗎 這個似乎是貴黨的大法師們要回答的一個問題啊 對 我是覺得現在光是就是說貴黨的大法師們 然後以及這個東西它其實上是合法的 它並沒有超脫這個內政部的人民團體 跟一些政黨相關的一個規範 所以它其實就是告訴大家說 有一些新的可能性 在這些新的可能性裡面 大家更了解政黨的運作 但是又不會完全受到 列寧師的這個政黨 就是剛性政黨的這個想像所拘束 我覺得在台灣很多時候 當我們說要做政治行動的時候 比較少那種一群人互相都不認識 然後就決定一起去做一個政治行動 這種東西發生 通常就有一件很大的不公義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會去這樣子做 那但是如果只是為了要做一件事情 是大家都覺得有趣 大家都覺得歡樂的 那這個呢很難說一下子大家互相不認識 就聚在一起 所以像我們這邊社會重新實驗中心 我們的做法就是說 我們有廚房 我們有廚師 有很好吃的東西 每天看到半夜11點 所以不管你在這邊辦什麼活動 你都願意稍微多留下來一下下 那即使說你在這個段時間裡面 你只是在吃東西 只是在喝珍珠南茶之類的 但是在過程裡面 你就認識到一些跟你背景不同的朋友 但是過了一個月之後 可能你當時想的概念都已經忘記了 但是因為你記得東西很好吃很歡樂 所以下次還願意再來 這個時候聽到新的概念的時候 就比較願意去接受它 那如果辦完一個活動之後 大家就私散回家等等 其實你過了一個月之後 不管當時這個概念再創新 那個梗已經消失了 所以其實也不會再去記得 所以我的如果說要有期許吧 就是說像這樣子一種 比較歡樂的這種感受 它慢慢可以變成是一個 大家定期可以回來 定期可以回來朝聖 像在很多這個PTT的貼文 大家會就是 某一天回來朝聖的 這樣子一個情況 那慢慢的 就把大家不同的 對政治的想像 可以透過這種歡樂的方式 去在未來的每一個時點 都可以回過頭來想說 那我們當時 在這個歡樂的情況下 學到了一些事情 這些事情在現在有沒有用呢 了解 好那我們就謝謝唐鳳 希望歡樂無法黨 接下來的事情 還能讓大家 繼續保持歡樂下去 謝謝 謝謝 我這邊再補 補兩個 倒是小卡的東西 沒有問題 繼續嗎 因為現在時間還是夠嗎 還夠嗎 15分鐘 這樣才15分鐘 太好了 這樣子我們都要檢核報檢 那無相反 我是要補剛剛那句話 就是說歡樂無法黨 對不起 大家也好 OK 那歡樂無法黨 現在已經收多一點點了 那你對接下來我們歡樂無法黨 有什麼期待嗎 嗯 好那我就接那個 然後另外最後就是 好 那最後有一個我自己很私人問題 就是當你 對 那最後有一個就是我很私人問題 就是當時你從這個專業人士 然後轉戰一些政務之後呢 其實也受到一些輿論的同級 那作為一個被攻擊的前輩 然後你知道我們團隊裡面有一個 很容易氣不破的阿伯 我想說你可不可以給他一點點建議 不然是心態上面 或者是回應上面的指點 是 其實在當時我在剛入閣的時候 其實我也不是第一個 當時那個被出征的政務委員 那所以呢 當時就有一個 在當時正在被出征的政務委員的同事 那在我剛入閣的時候 我們就聊了一下這件事情 然後呢 他就跟我說其實呢 他就把這個當做一個什麼呢 當做精神上的按摩 精神按摩 但是他並沒有說這個他是怎麼樣來 透過精神按摩的方法 他是說這好像自己心裡的痛點一樣 人家這樣子揉你會痛 就表示你心裡有這些東西還沒有鬆開 那當然每個人要怎麼樣鬆開 每個人有自己的方法了 那他的方法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說不定是去爬山 那但是呢 在我的做法裡面非常簡單 就是我如果看到就是網友們的留言 意見 裡面有具體執名道姓提到我 那而且呢 他的留言揉某些文字 讓我想要砸電腦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不會去擦電腦 因為電腦很貴的 而是說 我就會去 就像剛剛講的 放一個新的音樂 或者是沖一杯 我從來沒有喝過口味的茶 這個很容易 就你拿兩種茶包都丟進同一個 這個熱水裡面啊 一下子就可以出現一個新的組合 然後呢 我就稍微靜下來 然後想著這些字 那但是呢 就是開始喝茶 然後一面聽新的音樂 那這個概念就是說 一方面我如果感到憤怒的話 這個憤怒情緒 我把它懸置在這裡 但是呢我去做一些讓我開心的事情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就像在《腦筋奇球》那個電影裡面 這顆紅色的球 慢慢就會開始往亮黃色這邊去轉變 那但是呢 不是說放掉憤怒的情緒 而是說 讓以後再看到這些字的時候 我會可以很快的 就像剛剛在講 一秒鐘的那個幽默的那個梗 我就馬上想到說 原來這個就是牛棒茶跟薄荷茶混在一起喝的那個味道 或者說這就是某一段音樂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馬上從憤怒情緒變成 好像蠻開心的 那只要我那天有睡夠 那這個精神按摩就很有效 我一醒來之後 在腦裡就出現一個新的長期記憶 那以後呢 任何人再給我這樣子的一種輸入的這個東西 我就把它當作預料 那其實我就已經完全不會再有不舒服的感覺了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就事論實的就裡面 他authentic 就是他是他自己的個人經驗 而不是他複製貼上什麼別的東西 他consistent 就是說 跟他自己一向以來的這個立場比較一致 而不是他忽然之間在那邊亂倒 只要他保持他是個人經驗 而且前後一致 我專門挑這一小部分回 那其他部分完全當作沒有看到 那這樣一下子就可以跟網友開始有很好的對話 而且甚至邀他實際上面來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我們就一起吃點東西了解 了解 那最後可以幫我們跟他說一句 呱呱回家吧 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呱呱回家吧 沖一杯康福茶 謝謝 謝謝謝謝 好 看了